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没错 让大家看看部分 鼠疫与崇禁王朝 大家都应该知道 在崇禁年间 就是最末年的时候 在中国出了一场非常龐大的鼠疫 这种鼠疫甚至乎 今集来说 我们分三个部分进行 首先 第一个部分 很自然讲 这场鼠疫 到底有多严重 尤其是明朝末年 所谓三个主要 引发国家灭亡的主因 我想打个图 为什么会自动产生了一张含有室内蛋糕 男人卓的图片 蛋糕我不知道 男人是有的 但是卓和蛋糕是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有什么关系 但如果从这一集的主题来说 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大家知道明朝之所以滅亡 就和文变 就和外玩有关 你要解释明朝末年 这一大片混乱 就是所谓的死亡鐵三角 死亡鐵三角就是天灾 人 所谓的天灾 就是地方上的饥荒 饥荒 饥荒如何引发 都和巷灾有关 但是更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巷灾 再加瘟疫 再加民变 是鐵三角 一路以来每个朝代的衰亡 都离不开这个鐵三角 但问题是 这个瘟疫的传播 就和文变是非常之大关系 哦 那就要听Erik Sir怎么说 这个就是第一个关系 第一个部分的主题 第二个部分主题是什么呢 当然是说明朝 如何去做一些防治的措施 这个防治措施里面 就有所谓的官救 文救 和天救 天救 天救 没错 天救都会是怎样的 在稍后讲 起码都有三个 是 官救 文救 天救 所以最后第四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失救 目前真的失救 今时今日就是不救 真的失救 口罩又不够 什么都不够 但到最后第三部分 就是解释 为什么是失救 先讲第一个部分 这个所谓的政权死亡三角 战乱天灾瘟疫是怎样来的呢 其实有一个数据很有趣 就是这个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 里面的统计数字就说 其实计中国历朝历代的瘟疫发生次数 以这个明朝和清朝是最多的 明朝有64次 也是很合理的 清朝有64次 其实为什么说合理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近代明清两朝的文字记录 相对地是会多一点的 豐富一点 仔细一点 是的 同时间在明朝的时候 世界是进入那个小兵旗 导致干旱各样东西 干旱和失机无神连长暴雨 气候敏乱 导致到农作物失收之余 亦都是令到很多生态系统产生了问题 包括明朝末年最重要的黄灾 亦都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而产生的 但是其实我们看回我们今时今日这个 所谓的武汉肺炎的传播 有些人其中一个说法 都是说跟这个天气的变化都有关系 甚至乎有人认为 会不会现在已经是另一截小兵旗的开始呢 是的 但是如果看回明朝的历史的话 就不止当时是所谓的小兵河期 以及气候的变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明朝去到中后期开始 那段时间华东华北地 但是人口是不断地增长的 如果是因为经济整体的发展 无论是生产的技术 或是社会人口的密度 都是不断地提升的 甚至乎就是人口的流动 都比以前广阔了很多 以前最多都是 我们上集讲到马桓 他因为打北变外族的关系 所以俘虜了俘虜 俘虜本身有天花 他将天花传入中国 所谓的传染病的途径 都是由北征、北伐 或者是跟你那个司头之路的交易是有关系的 但是由于是特定路线 而且会用这条路线也不多的关系 所以交流上 其实就是没有文字所记载的 所谓的平行的 规模也不大 只限于官方或者商界的某些部分 会出现这个情况 你带回来之后就禍乱了那个地方 但是去到明清两代不同 随着航海的事业的发达 海路的通商已经是建立了 在明朝甚至乎福州港 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国际性的港口 在这些情况下 你世界各地的人 都能够以这么方便的方式 来到中国这个地方做买卖的时候 你身上的传染病 也都会随着这班朋友 进来 在我们本地上 波Sir刚刚说的那些 是你瘟疫由中国以外的地带 传播的那个途径 但是其实瘟疫的传播 很多时候和另一件事很大关系 就是你本身的公共卫生的条件和医疗水平 问题就是在于明朝末年的经济发展水平 虽然就相当之高 发展得很快 但是它的公共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 是没有商量 提高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纯征三年的时候 就有人提过 其实明朝的人口 当时总人口是有1.7亿人 有人口最多的地方 就是浙江省有2485万人 人口密度是说 每平方公里246人 然后去到京师地区 就算经历了年年的战祸 包括民变 包括瘟疫 但是人口有超过1000万人 人口密度是说是超过70人 每平方公里 这个人口密度的一个变化 其实已经是令到瘟疫的传播速度加快了 同时刚才你提到的 那一点就是气候问题 或者地理问题 都是令到疫症的传播变得更加厉害 但问题是什么呢 北方的公共卫生条件是被南方差劣的 嗯 我自己呢 包括你现在也是这样 这个也是 那其实 我记得我是看 这里就差一点点说 就不是说明史 反而是说清史 是 有没有看翁童和的日记 有 翁童和日记 是 里面有一些部分 有一些细节 就不是说他和朝中那些公卿大臣的交往 反而是什么呢 是描述他平时做官的生活 嗯 他形容就是这个清代的北京城 那些街道究竟是有多么骯髒 以及有多么乱 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那个卫生条件之差呢 尤其是在明清两代 首先就是说街上的浮土太深 嗯 这些浮土呢 就和我们现在去看那些TVB的古装剧呢 你看到那些街上 那些地下的磚就摆在那里塌塌塌 是啊 以前不是这样的 绝对不是这样的 那些浮泥 那些浮泥很深 就是你如果稍为你去到去 叫做春夏的雨季的时间 你的脚踏进去 哇 就是说的就是你去到膝头的高度 整只脚是很骯髒的 像刘沙那样 是啊 这个有趣 因为我自己看《翁鹏日记》的时候 是 我在脑里做对比 是 其实这个环境和 十三四世纪的时候的威尼斯 是 和一些欧洲大城市是很相似的 因为当时欧洲那边所谓的大城市 是贸易的大城市 其实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就是你街道上面 就算你本身铺满青砖也好 你其实人速的糞便布满 接着泥零一地 没什么怎么清理的 他们也不觉得有问题 欧洲人以前洗完衣服 那些水 去完厕所的那些衛物 是就这样扔到后巷 或者扔到街上就算了 那情况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呢 其实那个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想说的一件事 无论是哪一个文明 是 当你面对着那个生活方式 和生产方式的转变 是 由村庄变成城市 而城市只是新出现的东西 慢慢建立的时候 是 有很多东西 尤其是卫生习惯和条件 是 没有一个 如何调控的经验的时候 问题呢 就会慢慢展现了 所以为什么刚才波sir提到 这个中西方的历史的比较呢 无非是想带出一件事 就是说 那个城市的卫生 某程度上是近这二三百年 才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故意 尤其是高密度的城市 因为 你到底在罗马 就算说到它是一个城市也好 但它那个人口密度 条件状况 不是这一类型的东西 因为 对于 当时的人来说 当时 譬如福州城 北京城 或者欧洲的一些贸易大城市 他们的人口密度 是超乎想象地高的 大家可以看到 Eric Sir的资料里面 每平方公里 有七十人 二百四十六人 这个在古代的发展当中 是一个非常爆炸性的发展 而换言之 就是说 你要做好一个所谓的城市治理的话 无论是空间的规划 无论是官府去推广公共卫生的常识 或者是当时的医疗水平 都要有一个相对应的弱进才行 没错 这一段就是说万历年间的官员上疏 大家可以不需要读完整段文字 留意最后的几个字就可以了 故约利瘟疫 相形不绝 就是说 因为人畜的分辨 混合着这些所谓的浮土 其实也挺麻烦的 你读得稳定 京师住宅 既逼則无如地 即是很逼的住得 没什么空间给大家疏通空气 史上又多氛围 即是说他们的地下 你那个city里面 整个地都是氛围 史料 什么都齐 泥 五方之人 繁囂习 哪里来的人都好 一起在这里生活 又多刑立 又多蚊蚊 各样东西 每只鹽鼠 己不聊生 己不聊生 稍淋雨 即是浸贯之患 究竟浸贯之患 这件事我们之前已经感受过 没错 不需要再提了 所以呢 当时的瘟疫 若利瘟疫相形不绝 因为这样的缘故 所以文变就为大地 带来更大的瘟疫 这个明朝最严重的瘟疫 在哪一年发生呢 就是在常征九年1636年的时候 李志诚在陝西安定 击败的御林总兵开始 于是在史书上记载 这个是雅塞堡 就是利益猶审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 明朝的公共卫生条件 这么差 令到瘟疫的传播 就带来一个温床 去到下一节的时间 就要讲一下 就是明朝当时 面对这个灾坊的环境下 文变和瘟疫 如何两个东西混在一起 带来这么大的灾害 甚至又对人类的社会 有两面夹击 下一节回来 继续和大家 波sir 多谢市